近期,菲律宾在南海的活动似乎愈发频繁,而背后的支持者就是美国。 从5月起,美国开始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关系。 这种变化开始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美国,这次访问被视为是南海紧张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双方在此次访问中商议了军事、农业、投资和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其中,军事合作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签署了一个名为双边防务指针的文件,旨在增强两国陆、海、空、太空及网络防务的合作。 这一动作似乎在暗示美国愿意为菲律宾提供军事支援,并期望菲律宾能够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更多的互动。 的确,小马克思返回后,中非在南海的冲突显著升级。 这些变化似乎与菲律宾相信自己得到了美国的坚强支持有关,尤其在签署那份军事文件之后,他为双方深化军事合作打开了大门。 为了进一步展示对菲律宾的支持,美国也采取了实际行动。 他们把在东亚的唯一航母暂时部署到菲律宾附近,意图为菲律宾提供军事支持,使其更有信心应对南海的紧张局势。 美国这一战略布局似乎意在加强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同时对南海的局势产生更多的影响。 美国最近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对菲律宾在仁爱交的活动采取军事行动,将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该条约是1951年由美国和菲律宾签署的,目的是确保双方在太平洋地区遭遇武装攻击时互相协助。 条约明确指出,如果太平洋地区的任意方遭受武装攻击,两国都将采取行动对抗这种威胁。 之前,中国被指拦截并使用水炮对菲律宾的船只发起攻击,美国认为这违反了国际法。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中方的这一行为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敦促中国遵守相关的国际仲裁裁决。 我认为,背后的动机可能更加复杂。 一些人认为,美国可能利用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和策略来对抗中国,进一步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 而菲律宾则可能希望利用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来强化自己在南海的领土要求。 对于坐滩船只的问题,很多人关心中国会不会将其处理或拖走。 其实,考虑到过去24年,这艘船依然未被处理,显然对中国而言,其价值并不大。 现在的情况是,仁爱礁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该船被孤立,使得菲律宾的生活补给都需要依赖中国的同意。 因此,这艘船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实际的局势。 那么,为何菲律宾不仅如此困难呢? 原因在于,中国在南海的岛屿建设后,海警船和军舰频繁活动于仁爱礁附近。 我们的军事基地与仁爱礁的距离甚至更近于菲律宾,因此每当菲律宾有动作,我们都能迅速得知并做出相应措施。 至于如何维持供给线,难道菲律宾希望依靠美国航母舰队来保护吗? 此外,那艘船经过长时间风化,已经非常破旧,存在解体的风险。 综上所述,如果南海的情况保持和平,中国可能会选择让该船自然老化和解体,因为时间对我们有利。 除非情况紧急,中国更愿意保持战略耐心,避免激化矛盾。 尤其考虑到,东盟是中国的首要贸易伙伴,与其发展友好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兼顾周边国家的感受。 随着菲律宾的行为越发激进,中国可能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回应。 这并不仅仅是处理一艘船那么简单。 回顾2012年,菲律宾在美国的鼓动下发起了黄岩岛事件,导致中国控制了黄岩岛。 尽管中国此后建立了多个人工岛屿并设立了军事基地,但菲律宾和美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利益。 此外,东盟国家如新加坡和越南曾对此表示不满,但考虑到地区形势,最终还是接受了现状。 事实证明,当中国决心采取行动时,很少有力量能够阻挡。 中国在应对菲律宾的策略中有许多选择,如建设人工岛屿。 而且,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军事能力来保障这些行动的实施。 尽管美国和菲律宾有共同防御条约,但真的会因为南海问题与中国发生冲突吗? 某些外界观点过于夸大美国的决心。 真正的局势远比外界描述的要复杂。 美国真的敢轻举妄动吗? 回想七年前,中美曾一度紧张对峙。 那时,美国出动了两艘航母,并且太平洋司令哈里斯还公然表示,准备与中国开战相对于美方的动作,中国的军事高层当时已经在南海就委,全副武装,准备迎战。 但真正的结果是怎样? 当面对中国的坚决态度和充分准备时,那两艘美军航母最终选择撤退。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方明白与中国对抗,自己不占优势。 那次对峙后,中国在南海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规模空前。 更有传言称,中国甚至向美方透露了其航母的精确位置,这一消息震撼了美方,使他们迅速做出了撤军的决定。 这似乎也证明了,面对中国的尖端军事技术,美国航母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真的有信心与中国交火吗? 所以,即便有再多的威胁和挑衅都只是作秀罢了。 当中国坚定地表示立场时,真相也已经摆在了眼前。 王毅主任及外长于近期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进行了紧急访问,主要是为了明确地传达中国在南海的立场,对南海的局势发出警告,并期望相关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形成中,他与两国领导人就南海的现状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进一步阐述了中方的观点。 王毅指出,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中国和东盟成功地维护了南海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美国及其他势力似乎希望南海的局势变得紧张,并在该地区制造纷争。 尤其是最近,他们利用仁爱交的问题,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挑拨离间,激起对立,破坏了南海的和平。 中方呼吁地区国家对这些幕后势力保持警惕,确保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中方也以多次表示,愿意通过双边对话与菲律宾解决分歧,并希望菲律宾方面能够恪守双方之前的共识,珍惜彼此之间的互信,共同寻找维护海上稳定的方法。 王毅进一步强调,中方愿与东盟各国共同努力,加速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期望能够尽快制定出一个有效,有实质内容的地区规则,且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律相符合。 王坚信,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并共建美好家园。 王毅主任兼外长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明确了中方的立场。 他指出,尽管南海局势日趋紧张,但责任并非由中国承担,而是由美国和菲律宾的行为导致。 中方希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能够提高警觉,洞察背后的真实动机,并与中方沟通,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尽管中方多次表示愿意通过双边对话与菲律宾解决分歧,但菲律宾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如果局势继续升温,中方也只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动。 中国历来先礼后兵,始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但现在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中方感到有必要向其他国家发出警告。 中国长期以来都在克制,但最近的发展使中方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 如菲律宾持续挑衅,那么他们应该做好面对中国强硬回应的准备。 中国的反应不仅会针对具体的传支,还可能有更广泛的行动。 我们只能期望局势能够尽快稳定,而不是继续恶化。 希望各方都能以和平,对话为主,寻找共同解决之道。